好 那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自定义列表 好 自定义列表呢 这个呢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因为呢 他学的呢 比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列表呢 还要变态 因为呢 他是有三组标签来做成的 但是后面也会经常使用 那么自定义列表经常来干什么呢 来进行了我们的术语或名词进行解释 或者是描述的 经常是这样的来进行的 好 那我就直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就是他到底怎么使用就行了 自定义列表呢 OK 是这个样子 他的运法格式首先是有一组DR 好 这是DR不是第一 是DR DR呢 这是一个大的标签 大的标签里面呢 它是放是这个 第一个呢叫DT 这个DT是什么呢 它呢是来定义标题 它是专门来解释做标题的 能明白吗 然后呢 下面呢 它还有一个小弟弟 这个呢叫弟弟 弟弟 OK 弟弟 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呀 定义描述 定义描述 或者是呢 叫做怎么解释 解释 OK 那么理论上DT和弟弟他俩理论上DT和弟弟都是第二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 理论上是不是他都是他的儿子 再一个理论上DT是弟弟他俩是什么呀 他俩是兄弟关系或者叫做姐妹关系 是不是都可以啊 那么可以啊 但是他们存在的关系是在于什么呢 存在关系是DT是为二DT来进行解释和描述的 别说那我随便DT呢就定义一个标题 但是我们知道标题是一般说不起 说不了那么详细啊 通过谁来解释呢 通过DT来进行 通过这个DT这个标签呢 把它呢详细的来进行描述就行了 这是这一组标签 当然大家看起来呢还是不是好理解啊 好了 那我给大家写一组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来使用的 好 比如说呢我们这儿呢有一个这样吗 一个啊 我给你隔开 我们用一个什么呀 哎 当然是用他来隔了是不是 还有一个P标签啊 把它们隔开 OK 刚开完之后呢 我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有个H2吧 我用个H2标题 那么我这么写 哎 我们叫到 我们这个比如说是习惯啊 习惯 好的 在机关里面有这么一个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看好了啊 这机关呢 我们要进行说什么呢 我们先右击预览一下 你看这啊 这机关的话 比如说你属于哪个哪一个区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这么来写了 第一个呢 我比如说我属于北京 对不对 北京啊 那我就这么写啊 DR是不是最大这个标签 DR呢 我们称之为自定义列表 它里面有两组 其中第一组叫DT DT干嘛的来 DT是不是专门进行定义标题的 OK 这呢我写北京 对不对 写北京啊 北京啊 欢迎北京欢迎你 然后呢北京有哪个几个区 我们是不是很清楚啊 不要紧啊 他有很多小弟弟 对不对啊 有很多小弟啊 OK哪一个呢 叫做DT OK DT第一个什么呢 北京有什么 我们带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带商品区 是不是有商品 OK 然后我再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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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呢 商品下面还有什么呀 海淀 还有什么呀 然后呢 大兴 对不对啊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同州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朝阳 不要忘了我们朝阳群众 好这里面的话 你看 这一组弟弟 是不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DT详细的来进行了一些描述 我给你解释了一下 北京有哪几个区组成的 我拉下的字 是不是写上这个 是不是啊 按照管车一拉 那么我叫了区 北京区 商品区 海淀区 是不是可以了 OK 这样是不是 弟弟就把它进行描述出来了 你又这么想啊 我们知道一个老大的后面肯定站了一大群小弟 来保护他 是不是啊 这么意思啊 这些小弟呢 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些描述 好了 我们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来我们刷新一边看结果啊 然后一刷新 OK 北京有哪些地方 北京有什么呀 商品区 海淀区 大兴区 通路区 是不是这一些 是不是对他进行了一些描述 能不能理解 这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来进行详细描述的 弟弟就是围绕着什么 弟弟来进行描述 还是那句话 弟弟定义标题 弟弟定义描述 好 这是这一组 除了这个之外呢 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都可以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这么来写啊 再来一组 HR 对不对 我们的学科啊 哎 我们的学科 好的 那么学科里面的话呢 他也可以进行详细描述 比如说是这样子啊 DRL 再来 对吧 你想要学什么东西呢 我想来学技术 对不对 好 学科呢 比如说我们的DT DT有什么呢 我们叫到什么呀 传制播客 是吧 传制播客 传制播客 OK 那传制播客有哪一学科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来描述了 看好了 弟弟 然后有什么呢 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的Jara 对不对 是我们这一组 然后可能叫CVVVV 就可以了 除了Jara 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 还有咱们的UI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 前端都可以 OK 前端 对不对 那还有我们的什么呀 还有我们的C 还有我们的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我们的PHP 好 这些学科 是不是组成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对不对 好了 生成效果之后呢 我们大家再刷新一屏看一看 然后我们传制播客有哪些学科呢 有Jara的UI 前端 C++和PTP 然后是不是都是什么呀 DT 围绕DT来进行详细的描述 好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其实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出来 理解 这是谁呢 这是我们的四阿哥 是不是 四阿哥 用证 他叫做DT 看好了吗 然后呢 我们说了 他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菲子 对不对 甄嬛 甄嬛 是不是 甄嬛 还有 还有霉装 对不对 装霉 还是谁的 是不是 DD 对不对 还有皇后 DD 好多 这些是不是都属于他DD 对不对 DD OK 这些 他是不是都是为了他来进行表述的 对不对 用他的话就说你们都是我的 你们都围绕我来 能理解吗 是这么一种格式的 大家看明白了吗 围绕他 其实理论上 他们俩是不是属于夫妻关系 他俩是属于夫妻关系的 OK 当然他 很多男人都会羡慕 他有这么多的媳妇 对不对 羡慕归羡慕 你养得起 对吧 所以这个一种格式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我们DD 围绕DT来进行表述的 好了 那么什么真正的 我们解释完之后 是大家明白 原来就这个样子 但是真正的 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场景中 在我们网页中 他一般是用在哪个地方 用在这个地方 大家给我来看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米官网 小米官网是不是都有一个底部 我给你打开 你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面 比如说打开小米商城 我们直接拉到一门的最底端 然后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最底端 是不是有这个 帮助中心账号管理 你看 面熟吗 面不面熟 帮助中心 里面有三个 账号管理 购物指南 订单操作 你哪儿不会了 我都有来帮你 是不是关于小米你了解小米 加入小米联系我们 这三个是不是对他来进行了描述 这三个是不是对他来进行了描述 能看明白吗 这种页面底端 这种结构 是不是在我们所有的网站里面 是不是极为常见的 经常看网页同学都知道 几乎每个网站页面底部 都是这么一种格式 用什么来做 是不是用我们这个 DR来做 是不是比较更合适一些 好 到底是不是 来我给你看一看 我们F12件 还是F12件 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我给你看一看 人家小米是用什么来做的 点开服务支持之后 用什么呀 是不是DR DT和DD 你看DT叫服务支持 DD是不是里面三个 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描述 能看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在我们以后 只要再写我们页面底部这个网页 我们可以考虑到用谁来做了 用我们这个DT来做的 当然有时候老师规定了吗 没有规定的 教授说这个地方用DR来做 更合适一些 哪个教授 当然是我这个教授了 对不对 提上大家尽量是用这个来做就行了 好了 那么这期我们说到DR 我这期我们下来做 doll 有时候我再会给你 我这期我们下来做 我们下一个大特别的 如果我说的话 everything是可以说 都可以说 帅我们下来做